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最晚骑是6月18号进行的一盘往骑 由黑方王兴号对战白方李志贤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分别在四个角上定型 布局的速度非常快 接下来白骑把外面全部包住 黑骑小肩然后白骑左边逼住 在这里发展潜力 黑骑选择往上方肩冲 白骑冲一个然后再往这大跳 那这样的话黑骑肯定是先把白骑分段 接下来白骑往脚上靠住 再往路虎 这个是一个补骑的要点 又可以往脚上虎一个作眼 然后右边这里还可以冲断黑骑 那接下来黑球面临选择 补一手的话那白骑就原地做活 可以先往三路拖 挤一个黑骑补断 白骑活骑 这样的话黑骑外面还是有些薄 两边都有这个冲断的问题 实战黑骑打持 那白骑夹一个 把黑骑分段 之后双方就要拼这里的结针 白骑在右下方找结财 提过来 黑骑沾 然后白骑冲断 那这样的话白骑安定了 黑骑就在左边安定 之后白骑往脚上扳 在下方唯控 然后黑骑继续回到上方打入 这里主要还是瞄着白骑脚上这块不活 白骑断打 还是拼这个结 黑骑提结 然后白骑继续找右下方的结财 断打完之后 再提结 之后黑骑找的是下方这手点刺 那这个地方白骑就选择把这个结消掉 那这样的话白骑脚上活了 而且以后左上方随时可以往二路贴下去 把黑骑这三颗子吃住 黑骑外面还不活 所以说这里白骑的收获挺大的 黑骑在下方断打吃住这颗子 把白骑下方的孔破坏 但是白骑外面仍然非常厚 接下来白骑往左边靠压 继续发展这里的大模样 黑骑往上冲完之后打吃 因为上方这颗子还没有联络 所以说黑骑往这靠住收棋 补一手 那这手棋对于白骑来说并不是一个先手 接下来白骑完全可以直接走到中间这手拐住 那这个是非常厚实的一手 而且白骑的潜力可以继续扩张 至于上面这里的定型 因为黑骑弃紧 所以说也只能选择弃子阵型 这样白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损失 那黑骑这个断点还要在后手补 这样下白骑比实战好 实战白骑拐吃 补雷手的话 那黑骑就可以走到这个绝好点 黑骑往前贴住 白骑的空已经被压缩了 再尝一个黑骑便宜 扳头的话想要多围一点 那左边这个断点 这个空里面还是存在一些味道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双方必争的要点 实战黑骑还是没有走到 在上方补骑 那被白骑拐住的话 这里黑骑就亏了 接下来如果说黑骑继续尝一个 首先这里黑骑成不了太多的空 然后看全盘的目鼠 黑骑也比较落后 而且这个步调太慢了 所以说黑骑先往脚上虎一个捞空 同时威胁白骑的这个拆 那白骑往上扳头 既然黑骑刚才没有补的话 现在更加不好补了 就直接选择拖先 往下方飞 掏空 白骑点刺 威胁黑骑的断点 同时破眼 那黑骑这个地方还是不太好下 如果说斑 想把这颗白骑吃住的话 首先黑骑这里是个鱼形 白骑断完之后 黑骑上面这两颗子要补 然后左边白骑还可以打驰穿出来 这样黑骑的骑形很差 实战黑骑选择沾 虽然说有个断点 简单是黑骑上方随时可以开截 这样黑骑也有条后路 接下来白骑还是先跳回 把上方这两颗子联络 然后黑骑搬住破眼 接下来白骑刺一个 这样黑骑要原地做活了 左边搬完之后再一虎 其实这样黑骑顺势就把脚上这三颗子联络了 白骑如果说打吃破眼的话 那黑骑可以撑这个截 因为上方这里黑骑往一路打 也可以形成一个截针 所以说黑骑大龙暂时不怕 接下来白骑就没有打持 而是往右下方打 黑骑提 然后白骑肩顶 黑骑就直接把左边这个一路搬瞻交换掉 这样黑骑就活干净了 接下来黑骑再往路里 白骑右边打路 之后黑骑小尖 白骑为空 黑骑冲 白骑搬住 其实这个时候黑骑的局势是比较不利的 就是因为在上方这里的定型 黑骑太亏了 最终大龙只能在左边苦活 而且白骑这里还沉了不少空 接下来黑骑往右边逼住 白骑现在下方火一个补骑 这手骑也比较实惠 先把这块骑火掉 然后黑骑下的就非常狠了 因为这个地方在普通围空的话 黑骑肯定不行 所以说肯定要把白骑封住 直接半断 白骑三路拖 扩大眼位 黑骑往外打吃 那这个地方 白骑甚至于都可以直接往旁边反打 然后从这里打穿出来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黑骑沾 白骑可以沾 这样白骑就可以跑出来 黑骑撑这个截的话 白骑可以提截 现在黑骑的截材也不太够 所以说黑骑如果这样下的话 只能先在左边断 这样造截材 但是这里两颗子损进去的话 已经非常亏了 而且右边就算形成一个截针 对于白骑来说也无所谓 大不了白骑就往上贴住 这样三路飞 也可以做活 所以说现在黑骑很难办 实战白骑尝完一个 那黑骑贴住 白骑打吃完之后 继续扩大眼位 黑骑外面还要继续补 如果说以后被白骑往这拐住的话 那黑骑两边弃劲 实战黑骑打 白骑做活 接下来黑骑在上方寻找头绪 因为其他地方 黑骑也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办法 如果说往左边断 想要掏空的话 这个地方也不容易出骑 关键是周围全是白骑的子 这里白骑扳头 黑骑打出完之后 再飞下来的话 白骑可以往这儿靠住 这个也是骑警的要点 黑骑气警 所以说白骑左边的空 基本上就全部围住了 接下来黑骑找到白骑上方 最为薄弱的地方 选择跨段 不过我也认为 白骑这两颗子 是完全可以骑掉的 白骑可以先往右边小间 这样的话脚上还有个二路跳 黑骑吃住这两颗子的话 落一个后手 白骑可以继续在中间这里定型 那这样的话 还是白骑优势 实战白骑非要逃跑的话 那黑骑就把白骑闷进去 打吃完之后团住 缩小眼位 这样白骑局部不活 白骑为了继续就这几颗子 只能发动左边这里的这个结针 那白骑如果说全部死掉的话 这里的定型白骑就太损了 接下来黑骑右边搬 在这里找结材 之后白骑就直接把这个结削掉了 这里白骑的判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应该选择断打 黑骑找这里的结材 其实是非常亏的 因为黑骑在提结 白骑往上点刺 外面这里的黑骑是非常薄的 以后黑骑沾 白骑可以提 这里就直接出起了 白骑冲完之后断打 打吃先手 再从这打穿出来 这样黑骑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实战白骑直接把这个结削掉 那黑骑右边穿下去 这里白骑全部死掉的话 损失太大了 之后白骑断打 AI的建议还是白骑赶快在中间 违控 那这样 虽然说白骑的优势不如刚才明显 但是还是白骑更好下一点 实战白骑往右边搬 然后在左边搬完之后 点刺 黑骑沾 白骑冲 黑骑断 这几手骑都是非常损的 然后白骑在左边铺了一个 打僵 再往上断打 二路一虎 黑骑打吃完之后缩小眼位 再往这拐住 白骑局部还是不活 接下来白骑跑出这两颗子 黑骑就在脚上补骑 这里白骑还是亏 之后就看其他地方的定型了 接下来AI认为最大的地方就是在下方补一手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左边这里的断点 黑骑是出不了骑的 所以说白骑中间这里 暂时不补也可以 使战白骑贴住的话 被黑骑往路跳 那白骑下方的空就被掏掉了 接下来白骑飞 黑骑贴住 白骑冲完之后 再往右边补骑 黑骑在这补一手 不然的话白骑右边这两颗子还可以跑出来 黑骑补 然后白骑在下方做活 再把左边这个 这颗子连回 那接下来黑骑 先在下方搬出 白骑虎一个 黑骑打吃破眼 然后再往中间掏空 接下来就要收关了 白骑先往上打吃 黑骑这个时候选择拖先 往左边跳一个 现在白骑也来不及提 不然的话 左边的空就被黑骑掏掉 这里的目数更大 所以说白骑先往这挤一个 接下来黑骑往中间补一手 不太好 这个地方还是应该顶住 然后继续往左边掏空 这样黑骑的目数更加便宜 然后再把右上方这几颗子连回 至于中间这里的联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白骑点过来的话 黑骑小尖逃跑 这里白骑也弃紧 实战 黑骑小尖连回 然后白骑靠住 这样的话白骑左边的空全部围住 黑骑再往右上方沾 之后白骑选择断吃这两颗子也走小了 白骑还是应该回到右边靠压 下方断 黑骑沾回这两颗子的话 那白骑在右下方围空 这样白骑的目数也还可以 而且这块骑就彻底安定 实战白骑断吃 那黑骑继续冲出来 这样的话白骑还要继续补活 然后黑骑再往中间补骑 连回这两颗子 白骑往这大跳 黑骑搬出 之后白骑往中间点 这个地方主要还是瞄着这首刺 黑骑最终肯定要补断 黑骑沾 白骑往上切断 接下来黑骑往旁边小尖 那之后白骑的这个判断 又出现了问题 这个地方白骑应该选择 往上长一个 这样的话黑骑冲 白骑中间这两颗子 是可以连回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 黑骑往上冲完之后断打 白骑可以沾 黑骑这个地方是断不掉的 断的话白骑可以往旁边打持 黑骑接不归 所以说这样的话 黑骑中间成不了空 实战白骑只是往这断 然后拐住 再沾 那黑骑断吃这样的盒子 黑骑又便宜了 接下来白骑往下方双一个 黑骑在上方一路斑沾 收气 白骑补齐 黑骑往左边双 然后再往左下方一路立 这个时候白骑的空已经不太够了 接下来白骑往左上方虎一个 黑骑如果说直接挡住的话 那白骑因为空不够 还是要跟黑骑拼右下方这里的接针 那白骑往这扑的话 黑骑右边还没有活 不过黑骑因为现在比较优势 所以说也可以直接把这块骑联络 这样的话还是黑骑好一点 实战 黑骑下的更狠 直接往这点破眼 然后白骑铺截 这里就是最后的战斗 接下来白骑往左边扑 踢过来 然后黑骑在上方找杰材 白骑就没有选择跟着硬了 而是在提截 那黑骑打持 先把这块骑吃住 白骑往右边顶住 往二路打持 连回 黑骑再提截 之后白骑选择猴一个 先把右边这块骑活掉 那黑骑再提截 之后白骑找的是下方打持 这枚节菜 然后黑骑就选择 把右下方这个节削掉 这样的话 白骑再提掉这两颗子 这里就形成对杀 不过白骑气不够 之后黑骑沾 然后白骑先往上断持 这四颗子 黑骑沾 白骑沾 黑骑再补断 最终走到白骑 往右边团住长气 然后黑骑往一路立的时候 白骑就认输了 因为如果说 继续走下去的话 双方互相收气 这样的话 白骑的气就不够了 最终会形成 有眼杀无眼 好 那这款骑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